最近來到了昇華老家要往到台十九家山 或是說八十六山看著大樓的方向 你會發現說有一個超大型的蔡偉蟲 上面有很多氾籍所來避免的 蔡偉蟲 這包蔡偉蟲是昇華的氾籍故事館 跟昆山科技大學來山下學做所完成的 地瓜生態的產學合作 因為跟昆山科大的學生們 他們幫我們設計 那彩繪這個牆 那裡面有很多的我們的產品 而且它有很多的命名 而且寫了一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 那把地瓜稱為外星食物 那來了以後 讓大家 它來拯救地球 讓大家有不一樣的觀念去認識地瓜 這大片的蔡偉蟲像大樓是14米 它看到有16米 應該是在南市最大的創意給水蟲的蔡偉蟲 上面還有是因為有這個氾籍所來變身的關係 就連故事館上都受歡迎的冰烤番薯 也變身了有兩隻長大的腳的軟軟怪獸 而且蔡偉蟲在幾月到時間 用了將近半天的時間 像我們裡面有我們的薯條 地瓜球 冰烤地瓜 或是我們另外的各種的地瓜產品都會在裡面 那它們有很多命名 也希望大家可以來這邊多多走走認識一下地瓜 以這個怪獸彩繪牆進行的完工就 欺負很多民眾來那上去觀光臨完標示說 因爲地點就為在交通要得比高雄民這段又吃乘肉 記得說這裡可以比生到台南的完美打開新的地瓜 南天新闻帶一下新華菜紅布的